贫民窟女孩意外穿成豪门甲千金 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跟家里断绝关系 只应看过小说的他知道 他的七个贫民窟哥哥未来会成为顶级大楼 为此女孩主动放弃豪门千金的身份 与真千金交换回到贫民窟 可相处了十几年的妹妹突然换了人 七个哥哥对他很是冷漠 因为之前的妹妹非常懂事 不仅主动辍学给家里减轻负担 而且还打工挣钱供七个哥哥读书 但现在突然换回来这么一个千金大小子 挣不了钱不说 花费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 为此七个哥哥都不愿意搭理他 很明显大家都希望贺静能主动辍学 最好再打一份公公哥哥们读书 贺静实在没忍住就拧开房门走出来 父母及三个兄弟齐刷刷的看向他 愁眉苦脸 贺静见状扑斥一声就笑了 这让四哥贺随炸毛 恼羞成怒道 你笑什么 我告诉你我只有小一个妹妹 你最好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贺静调了下眉 有些小委屈的说道 容我问一句 诚意之前是不是学习不好才辍学的 但我一直都是全班第一呢 文言 贺随浑身一僵 贺父贺母还有大哥此刻都被震住 明明他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不爱学习 只爱打扮的女孩 贺静见大家这迟疑的表情 随后慢悠悠地说道 四哥今年读高三对吧 不如我们来比比做数学题怎么样 贺随文言就笑了 看他的目光是数不尽的联名 一中是省重点高中 他在一中里从来没调出过全校排名前时 贺随对自己的本领非常自恶 丝毫不把贺静口中的全班第一放在眼里 好啊 你可别说我七分 接着比赛正式开始 时间限定在一个小时 可还不到一个小时 贺随就把卷子做完了 整洁的卷面密密麻麻写满 他抬头看向贺随 骨兽线长的手还在慢吞吞地写着 一看就没做完 贺随嘲笑着提醒 已经58分钟了 不料这句话刚落 贺随就割下了笔 站起身将卷子给了老大贺随 贺随仅是在卷面上扫了一眼 便被震惊到了 自己也太漂亮了 贺随也把卷子往贺远手里一塞 等着自己胜利的结果 只见贺远的神色忽然变得古怪起来 贺随是个急性子 见状立刻说道 怎么样哥 贺随是不是不及格 贺远缓缓摇了摇头 将卷子往他跟前一地说 你输了 贺随当场瞪大了眼激动失声 怎么可能 贺随连忙低下头 这才发现贺随的最后两道大题 每道题都用了好几种解法来写 比计散漫而悠闲 就好像是写完了试卷 没事做百无聊赖才加上去 这道题是去年的高考题 被去年考生称为魔鬼题 他不仅写对了答案 还用了三种解法 小随既不如人 甘拜下风 贺随当然知道自己会赢 开玩笑 他一个穿梳的高材生 搞不赢一个小屁还像什么话 所以如果以成绩来排名选择辍学的话 四哥应该在我前面吧 随后带着无比歉旧的语气说道 不好意思啊四哥 我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 贺随刚从打击中回过神 文言死了些一口老血喷出来 暴跳如雷的 我才不辍学 贺随无辜地眨巴眨巴眼睛 可是你学习没我好啊 贺随一夜 又听他气死人不偿命地说 难道四哥是想把诚姨妹妹接回来 让他代替你辍学 贺随激尽咬牙切齿 才不是这个该死的女人 如果说他刚进门时 他只是不喜欢她 那么现在他简直想掐死 贺随又是一笑 开个玩笑 四哥不要往心里去 我读营高 三年学费成家替我交起了 所以仍然会读下去 哥哥们的学费 我也会想办法 贺父贺母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一贺靖这么说 他们贺家又能省下一笔钱 虽说贺家之前 一直把成衣当亲闺女 但他那笔高昂的学费 真的让人如负重担 这下他们终于能够 把欠学校的钱还上了 贺靖本以为四哥 这次肯定会对他印象好一点 谁料第二天 两人就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原因是贺靖 要把之前成衣留下的东西 全部扔掉 贺隋知道后 整个人当场爆炸 他用力扼住贺靖的手腕 眼眶发红 贺靖你在干什么 这些都是小泥的 你凭什么这么做 贺靖手骨被勒得生疼 看了一眼其他三个兄弟 他们的神色均是默然 想也知道 他们也觉得他做的不对 因为他们只把他当做 才来不过一天的外人 成衣才是他们心目中血亲的妹妹 贺靖倒也不慌 心理素质强大到 能够承受各种打击 像他这种被恶毒继母 搓磨锻炼出坚强意志的人 只要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其他方面的打击都是浮云 于是他将眼光悠悠转回 又落到贺隋的身上 微条没烧到 我可以告诉你成家的地址 你不让我扔的话 可以把这些东西 亲自送去给他 贺隋的怒火无故戛然而止 无处发泄 他松开了手 将地上的东西 一股脑都怀里抱起来 恶狠狠地动了他一眼 以后不许你再碰小姨的东西 贺靖好笑地开口 你不敢去找他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要 所以只能拿我撒气 贺隋仿佛被戳着了痛楚 额头青筋都凸了起来 怒声大骂道 这是小姨的东西 拿给他他肯定会要的 你根本不了解他 他不是你这样的人 贺靖悠悠一看 似在探他的无知 你知道成家有钱到什么成功吗 成一现在住的 也就是我以前 新手改造的卧室有200天 他穿的衣服是国际名牌当即新款 穿的鞋子是全手工顶级定制 往他脸上招呼的东西 再三检验成分标准 按照他的皮肤属性生产专属产品 其中添加的成分购买下一超 是你手中这袋垃圾 你确定你送给他他会用 贺隋倔强反驳道 他就算不用 也肯定会好好收藏起来 贺靖简直都要被他的智商感动哭了 干脆也懒得跟他争辩 抛了一句随便吧 贺隋从他的语气里 听到了无奈以及深深的嫌弃 自尊心狠狠受挫 大吼道 送回去就送回去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 贺靖淡定的眉也不重 他们老死不相往了 所以送护书品什么的 简直是自找烦恼 吃过早饭 贺靖就去学校了 当贺靖凭着记忆 踏入教室的一瞬间 空气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学生齐刷刷转头朝他看来 眼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一个冒牌千金居然还敢在银高出现 同一时刻 贺靖一眼看到了 被重心捧跃的真千金成名 此时正坐在在座位上朝他看来 教室里他的长相分明不是最出众 但那与生俱来的女主角气质 让他在一杆炮灰脱颖而出 十分的耀眼 看见贺靖 他的脸上窜起肉眼可见的紧张 好像生怕他发难 贺靖默然想起原剧情 贾千金的确为难过他 说他哪怕换了身份 也是插着凤凰女毛的演技 成绩烂得跟鬼一样 根本不配进银高读书 使得姗姗来迟的男主角 严寒熙刚巧撞见这一名 保护欲从心中生起 当场放话要替他补课 而严寒熙 原本是跟他这个贾千金有婚约的 在成一转到银高之后 便对他一见钟情 迅速坠入爱河 然后单方面解除了与他之间的婚约 而这也是贾千金 在文中不断作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爽文女主注定应有敬意 作为恶毒女配 即便是想挽救自己的爱情 也是罪大恶极 贾千金从此变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悲剧 不仅眼睁睁看着自己喜欢的男生 维护别的女生 还成了全校奚落的对象 天之娇女的形象一去不复复 想到这儿 贺静皱了下眉 不动声色地扫了下教室 严寒熙应该不在 当初贾千金为了和严寒熙在一起 跑上银高 选了李克 不过从现在开始不会 管他严寒熙多牛 他并不肯 恍惚间 有人叫了一声 贺同学 贺静朝他看去 就见成一从座位上站了紧 强忍着紧张 按耐着敌视 大度而又宽容的威胁 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相处 换做假千金 这会儿姑母已经炸了 被夺了千金的身份 不针对他就不错 还好好相处 但贺静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继而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不只是教室的学生 就连成一也都愣住 他主动低头 是好是因为在成家地位还不 真闹起来 他那个对贺静充满愧疚的罢了 还不知道会站在哪边 却没想到贺静 竟然就这样云淡风轻的结果 可这怎么可能呢 前两天他还不是要死要活 说想留在成家 把他从成家赶出去吗 同学们则更惊讶了 贺静平时在学校里 嚣张跋扈目中无人惯了 除了严寒熙 他谁都看不上 谁都不放在眼里 居然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对待成你 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但事情已经清楚地摆在了眼前 贺静旁若无人地 用纸巾擦了擦客桌 翻出了书本 开始了课前预习 成一看了他一会儿 不甘心地把目光收了回来 现在他才是成家的千金小姐 贺静跟他天壤之别 他实在没必要给予过多关注 倒是成父还是一直对贺静念念国 这让成一决定一定要努力学习 成为比贺静更优异的人 彻底取代贺静在成父心中的位置 这一堂课上的数学课 老师叫人上课台做题 一眼瞥到教室里的漂亮生面孔 兴致勃勃地点了名道 新转过来的那位同学 来把这道题做一下 成一被点到名 一下变了脸色 他的成绩不好 转过来时没有通过银高的入学测验 多科目综合只拿了60分不断 其中数学成绩最差 只考了个位数 成家捐了三栋楼 勉强才将他塞了进来 问他想读文科还是理科史 为了跟贺静较劲 他特意选了理科 想着迟早能完全取代贺静 却没想到第一节课就惨遭滑铁文 这题他不会 连看都看不懂 数学老师以为他害羞 温生道 做错了也没关系 大家给他点掌声鼓励一下 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哗然的巴掌声 成一不得不上去 挪着艰难的步子 站在空处一块的黑板前 直起分笔 好半天写了一个解字 迟迟没有后续 同学们等得不耐烦 数学老师也渐渐看出了端倪 他的喜悦眨眼被不满取代 他极其讨厌关系胡 百般无语中 他转头又点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沉静 贺静应声站起 浅浅笑道 我改名了老师 我姓贺 随后贺静走上了台 从善如流地接过了成一手里的分笔 在他的解字后面写下一串公式 每一个数字都画得十分好看 成一站在一边 忽然感到极其自卑 他感觉到全班火辣辣的视线聚集在自己身上 他紧紧拳起手指 整个人羞愧到无地自容 对于自己来说难道无能为力的题 在他手里却变得如此简单 全班人一定都在笑他 仿佛过了极其漫长的时刻 贺静已经书写下了满满一大片解题思路及答案 他对着成一淡淡问会了吗 成一死死搅着自己的一板 点了点头 数学老师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贺静同学以后多帮帮这位新同学 新同学也要多多向贺静同学学习 贺静皱了下眉 没说什么 成一细弱闻声地应了一声势 感觉屈辱至极 转过身 全班看向他的目光果然带着嘲笑和戏谑 成一连头也不敢拍 匆匆回到座位 一堂课很快过去 贺静归内着课堂重点 头顶忽然投下一片阴密 抬起头 只见成一站在他桌前 还带着铜桌壮的 贺静问了一声什么事 成一看上去有些窘迫 你能不能教我做题 贺静眉梢一条 大觉意外 但也没有更多的情绪 成一其实心里拧巴的力量 纠结了很久 才拧了拧红润的唇 认真道 贺家很穷 你回去以后应该很难吧 你教我做题 我给你钱 你赚钱赚得有尊严 还可以补贴家里 贺静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 对他格外佩服 不得不说 女主角不愧是女主角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小心机 贺家很穷 你应该很难吧 采人于无形 展示自己身份颠倒的优越性 你教我做题 我给你钱 你赚钱赚得有尊严 打一棒子给一个枣 收买人心 六得一批 还能补贴家里 最终目的 借他的手 给予贺家一点微弱的回报 既突出了自己的善解人意 又显示了自己的善良 但如果贺家兄弟知道 他赚的钱都是他给 谁还会记得他的复充呢 最后他还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提升自己的成绩 真是完美吧 贺静轻轻一笑 眼波流转明媚要脸 成同学 贺静哪怕拒绝也要思考不下 却没想到他这么干脆 急急道 贺同学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但是请不要任性 这是很好的办法不是吗 贺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没有钱支撑你读银高的 到时候说不定你还要辍许 那就不关你的事了 成一没想到贺静这么油颜不尽 忍不住脱口而出道 贺同学你是怕我会超过你吗 贺静眨了下眼 神情变得十分微妙 半赏勾纯一笑 你说的对 成一在贺静桌前站了好久 贺静都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 他咬了咬唇 只能不甘地离去 同桌安慰他道 成一你不要太难过了 贺静就这样 眼里除了严寒熙谁都容不下 可惜人严寒熙根本不喜欢他 你要是能想办法让严寒熙教你做题 那才真牛 成一出来乍到还不知道严寒熙是谁 听他这么说顿时起了兴趣 同桌俨然是严寒熙的迷妹 滔滔不绝道 银高谁最帅 当属我熙哥 静孝就是笑草 考试就是传奇 没事就翘克克 照样拿低 总之西哥强无敌 能让西哥喜欢的女人还没出声吗 贺静也不能 成一一刹心动 连目光都热了几分 银高是贺静自己考进来的 但自己是走后门 如果能让严寒熙喜欢她的话 她也不算输给贺静 况且她根本用不着心急 贺家那么穷 根本供不起贺静读书 她不接受自己的好论 赚不到钱 很快就会辍学了 到时候自己仍然是千金小姐 而她却只能变成丑小鸭 逐渐敏于重燃矣 贺静还并不知道 成一心里偷偷打着什么主人 她计划着弄点钱 家里有几个兄弟要有 一个个瘦得跟竹竿一样 未来成才了也是一身的毛病 聪明的贺静很快就想到了办 一天之内竟然就简单赚了几十万 千金回校第一天就惨遭所有同学排挤 但她决定不再装惨 而这也是她第一次 公开展示自己的实力 只见贺静随手掏出一份更严好的作业 才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她便进上了整整一百万 原来下周学校要进行期末考试 而她的这份作业整理了所有的考试要求 钱多人傻的学渣们当然会抢的 我出两万 我出五万 整个教室乱哄哄的成了一团 贺静的手机响起此起彼伏的震动 有人干脆直接给她转账了 才不过十分钟 贺静又多了五十万 刚当上豪门千金的成一坐不住 你这平民哭的野孩子就爱耍小聪明 可这点钱对成家来说只不过是毛毛 你是永远比不上我 毫无疑问成一是故意来挖苦自己的 但贺静并没有生气 反而坦坦荡荡地看着对方 对啊我就是会耍小聪明 成一没想到贺静就这么承认了 一时被怼地说不出话 贺静心里却十分高兴 这可是她第一次凭自己的本事赚这么多钱 报复的她在回家的路上不禁哼起了 却不料碰到了更大的麻烦 猛然间她闻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 还有几条流浪狗不安的汪汪直叫 显而易见这里在打架 贺静向来不爱管闲事 马上加快了脚步 忽然她听到有人在喊严寒熙 这个名字不就是书中的男主角 成一心中的男神吗 贺静忍不住朝巷子中望去 只见一个高大挺拔的少年 骄傲地站在月光下 严寒熙也注意到贺静的目光 可她却一脸的嫌弃 甚至薄唇一嫌 直接让贺静滚开 贺静也想滚 可她滚不了 因为一名高三男生扔出的书包 砸在了贺静身上 而这个书包本来是砸向严寒熙 可严寒熙轻松地躲开了 好在贺静没有受伤 她现在只想快速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严寒熙却吊耳锅地朝她的 老大 看了这么久的戏才出手 不合适吧 之前动手的男神闻年 满是愤怒 原来你们一伙的 贺静这才明白过来 严寒熙是故意拉自己下水 果然对方开始朝贺静攻击 拿着钢管向她袭来 幸亏贺静之前练过跆拳道 十分钟后 对方的人都横七竖八地躺下 严寒熙见状再度出声 败个靶子怎么样 以后我罩着你 贺静当然知道她说出这样的话 是有底气的 因为严氏是龙氏第一豪门 而他又是严家太子 可以说只要严寒熙愿意 他就可以在龙氏横着走 可贺静眼皮子也不抬 面无波澜道 小弟弟 等你看手索五日游出来以后再说吧 于是五分钟后 严寒熙以及打输了的尸体 全都被压上了警车 回到家贺静把今天买的零食都拿了出来 二哥却眉眼默然质问道 钱哪来的 因为贺母今天总共才给了他二十块钱 而他今天买的这些东西起码要二三百 这可是一家人平时一个月的花销 贺静不以为意的一笑 一眼看出了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乡子 不是成家给的 我自己赚的 四哥文言也阴阳怪气的 你哄傻子吗 你上哪去赚这么多钱 我们贺家虽然穷 但是穷得有骨气 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是不会吃的 一时间贺静只觉得很委屈 然而他却什么也没说 回身走进了房 也就是在这时 敲门声赫然响起 来人竟然是一群陌生人 个个都是富家公子千金的打扮 其中一个男生 极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请问贺静是住这里吗 贺母眼皮一跳 连忙点头 赶忙将贺静叫了出来 贺静一眼挑到门口那几个男男人 那不是买他作业的那几个学渣吗 风鸣的贺静一下就明白了对方的来源 可贺母贺父却一脸愁云 谁料那些有钱的孩子 见到贺静竟然双眼放光 表情极为夸张地叫道 静姐我们可算找到你 你卖给我们的笔记的解题思路太难了 我们完全看不懂 能不能包售后给我们讲解一下 文言一家子都愣住 可贺静却丝毫不感到意外 反倒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可以是可以 不过现在已经很晚 贺静想了一下 回头冲呆入目击的贺父贺母说 爸妈 我先出去一下 大概十二点钟回来 学渣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忙不迭到 叔叔阿姨放心 我们保证把人给你安全送回 等人都走后 贺父贺母感慨万千 原来贺静的钱真的是他自己赚了 哥哥们也觉得很是羞愧 平白无故地冤枉了贺静 他们本想着第二天给贺静到齐 不料贺静早早就去学校了 根本没有给他们击呼 可是贺静还没有走进教室 就觉得今天的学校有些不对劲 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严寒熙 大家都在猜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举报龙氏太子 贺静有些心虚 难不成严寒熙还真会报复自己吗 而且他这一路上也听说了 严寒熙昨天就被管家接回家了 就在贺静寻思怎么应对时 一个女生突然拦住了她的去路 站住 贺静眼皮也不鲜 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吗 她当然认识跟前的女生 沈秋雨 豪门沈家的千金小姐 也是严寒熙的名媚 银高里公认的女霸王 在学校里拉帮结派 一呼百应 美名其约是严寒熙的后援会 没有穿越前的贺静喜欢严寒熙 所以他跟沈秋雨视如水火 果不其然 沈秋雨又往前逼近了一步 冷力威胁道 今天熙哥难得来学校 你最好不要骚扰他 要是被我知道你馋的他不放 没你好果子吃 贺静皱了皱眉 不耐烦又没好气地说的 我以后不会再馋着严寒熙了 我现在是三好学生 他已经进过局子了 像他这种有暗点的 配不上精力清白的我 沈秋雨文言一脸的惊讶 他实在不明白 那么痴迷严寒熙的贺静就这么放弃 下一秒贺静也直接实话 严寒熙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身后 刚才的谈话他听得一清二楚 一时间贺静只觉得无比尴尬 与严寒熙对视了一眼 立刻收回目光 淡定从容 好像刚才说那些话的不是自己 沈秋雨直接惊喜叫了生熙哥 小鸟般欢快地向他赢了上去 我们一起去教室吧 严寒熙仍是斜望着贺静 薄唇一勾 目光里流转着意味深长 好啊 沈秋雨昂起下巴 不知道是该同情他好 还是可怜他好 可现在他还是更担心自己的状况 如果严寒熙认出他是报警抓他的内容 想找他报复 他就打死不承认 毕竟贺家绝对得罪不起 当三人一起进入教室时 整个班级的人都惊呆了 谁都知道严寒熙最烦女生往跟前凑 今天怎么居然转性了 窗边一个学渣一见到贺静 就蹭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活泼热情的招手 静解 贺静朝他看去 露出了个浅浅的笑容 只是学渣还没来得及高兴 突然就察觉到一阵杀气 他凭着直觉向严寒熙看去 只见严寒熙脸上挂着漫不惊心的笑容 好像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样子 同一时刻 沈秋雨故意慢了一步 落在严寒熙身后 将贺静堵在门口 恶狠狠地瞪他 我说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放弃了熙哥 原来是在欲擒故纵 等着瞧吧 熙哥一定是我了 再度被误会 贺静已经懒得跟他多费唇舌 直接竖包一水 吓得他条件反射地跳开 然后从他身边走了过来 扔下一句 随便你 沈秋雨差点气歪了鼻子 恨恨咬牙 贺静刚回到自己的座位 就在余光中发现 承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贺静这才想起来 上次的剧情发生了改变 今天应该算是男主和女主的史诗集会面 果然承一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他今天好似精心打扮了一番 不仅喷了香水 连柔顺的红肠植都烫了微距 果然承一在严寒熙的课桌前停了下来 双手抱着书本 一副局促紧张的样子 严寒熙望着跟前的女生 冷冰冰地问 有事吗 承一脸红了大半 低下头 那个 我是新来的转学生 我 我叫 承 承一 严寒熙不耐烦地正想赶 忽然又笑了 你就是承家最近找回的千金 跟贺静互换身份的那个女生 承一顿时喜笑颜开 激动地指尖发颤 又极其害羞地问 你听说不 严寒熙不打 懒懒散散地难得表露一丝内心 你找我干什么 承一扭泥犹豫了一瞬 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道 听说严同学数学很厉害 我想请严同学教我做题 话音刚落 整个教室忽然陷入沉寂 所有学生盯着承一 目光透露着怜悯 心想 又一个被西哥外貌迷惑到失智的女生 众所周知 严寒熙从来不怜向西域 对于女生各种献殷勤的行为 只有拒绝三连 没兴趣 没空 离我远点 久而久之 几乎没有人再敢往他跟前凑 败坏他的兴致 他还有个外号大魔王 就是这么来的 不料严寒熙反问 你怎么不去找贺景 他的成绩也很好 贺景文言小声嘀咕了句 狗男人 跟女主拉着感情戏了 也不忘烧上他 成衣钻紧了裙脚 语气低落 微垂眼洁 整个人看起来又委屈又可怜的 我找过了 贺同学不情愿 他说我们不是一路人 说完他肩部颤抖 居然还悠哉悠哉地站在一边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脸上没有一点羞愧的表情 就好像一切跟他无关一本 有的男生忍不住替成衣打抱不平道 某些人仗着成绩好欺负新同学 还要不要脸 不肯交就算了 阴阳怪气 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千金大小姐 大魔王这回做个人吧 转学生这么可怜 教一道题也好了 七嘴八舌中 成衣等他们说得差不多了 才又再次开口 谢谢各位同学的鼓励 我想贺同学也不是故意的 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对他产生意见 他也会难过的 贺静文言简直快要气笑了 这成衣绿茶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教室里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烦死了 这响声好似想刺破人的耳膜 难听到了极点 所有学生朝着制造声音来源的人看去 此人正是大魔王 很明显大魔王生气了 而且是十分生气的那种 成衣顿时一阵暗息 没想到卖惨的效果这么好 连严寒熙都被他打动 他这么生气一定是因为自己 听说贺静喜欢他 如果他也为自己挺身而出的话 贺静肯定会哭着跑出教室 甚至严寒熙如果因此喜欢上他的话 那就更好了 这么想着 成衣偷偷红了脸 于是他往前走了一步 好让严寒熙更加看清他的脸 并扬起明媚的笑容 严同学 请你不要生气 贺同学或许是有苦衷的 他一定不是故意针对我 然而严寒熙只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过来 天才贾千金只用了三分钟就考了试卷满分 真千金却认为他在做词 他没有想到 即使自己现在已经是豪门千金 却还是没有丝毫的存在感 就连暗恋的对象严寒熙 也为了贺静让自己滚 不甘心的他回到家就哭了情 话里话外都是在表达贺静在学校欺负的 成补怒了 一个电话就打到了贺家 好你个贺静 你敢在学校欺负小子 我没把你赶出银高 是看在我们多年母女情的份上 你居然趁我不被欺负我亲生于乃 贺静文言简直被欺乐了 他直接问 成衣是怎么跟你们说的 成母立声道 小姨没说你半句不好 你别想把脏水泼到他身上 说完啪的一下挂断 余下一阵盲音 不料贺静刚放下电话回过时 就看见二哥和四哥目光淡漠 下一秒四哥就紧盯着他 冷冷地质问道 你对小姨做了什么 贺静笑了 双手还胸淡淡反问 你觉得我能对他做什么 贺随愤怒地握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道 不许在学校里欺负小子 贺静忍不住嘖嘖出声 几乎恨不得伸手掐死他 你这么恶毒 我永远都不会把你当妹妹 煞时 贺静所有表情都消失了 贺随见状感觉心里有点发慌 大约寂静了一秒 贺静又笑了 却没有之前半点温暖 好呀 那我也不把你当哥哥好了 贺随心里一颤 目的有些后悔自己说出去的话 可贺静已经站起来绕过他 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贺静刚到教室 成衣便凑到了他跟前 浅浅关怀的 贺静同学 你没事吧 昨天真的很抱歉 爸妈太关心我不分青红造白冤枉了 我已经跟他们好好解释了一番 贺静眼皮子也不嫌 说完了吗 说完我要温习了 成衣顿时脸上一僵 随即掩不住眼里的欢快 还故作担忧地问 哥哥们没有为难你吧 尤其是四哥 他脾气吧 说话一直不好听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贺静总算抬起正眼瞧的 一字一句道 麻烦你纠正一下自己的措辞 那是我哥 不是你的 如果发生了矛盾 我们会关起门来解决 跟你没有多大的关联 此刻成衣可太开心了 贺静越是这样 他就越是高兴 因为贺静如果真的不在意 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只会像平时一样高高在上 就在这时严寒熙突然来找贺静 将月卡的卷子拿了出来说 我有道题不会 贺静信他的鬼 全能男主智商二百八 就算考试的时候不小心做错了题 那也是心不在焉 马马虎虎交据 考后随便一扫 就能得到正确结课 还轮得着他交 不料却听到严寒熙悠悠的调卡 你可是三好学生 德志体美劳理得战第一位 贺静更绝 直接回怼了句 我缺德 严寒熙一下子就被逗乐了 刚想继续跟贺静讨论几句 一侧突然想起了成衣的声音 严同学 你就错的是物理卷子吗 或许我可以教你 谁知 严寒熙只是略微掀了下眼皮 懒懒问了一句 你怎么还没走 成衣脸色一白 指尖蜷缩地揪住西装裙边 严同学我 随后成衣彻底没脸 眼圈一红 无脸跑回自己的座位 贺静莫名爽了 刚才被恶心到的那点 不愉快消失殆尽 笑着邪秘严寒熙 你这样 以后是要追七火葬场 严寒熙好笑道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他也配 贺静心想这样一闹也好 至少成衣短时间内 不会找自己的麻烦 可他还是低估了 对方的心理素质 就在放学后 成衣再次来跟贺静打招呼 而且笑容变得更加灿烂 走吧贺静同学 我们一起去一中吧 这时候哥哥们应该还没放学 要不是贺静知道他的真面目 只怕也会被这样清纯的笑容所打动 他看了他一眼 一言不发 镜子提不向外走去 虽然成衣碰了一鼻子灰 但他却没有半点尴尬的意思 而是不紧不慢地蹬在贺静后面 两人一起踏出了银高 当成衣看到二哥和四哥 瞬间就越过贺静扑到贺宁怀 而贺随不满得多了 小姨你好偏心 只抱二哥不抱我 成衣又扑到贺随的怀 被他抱着转了个圈 三人一派其乐融融 好像是亲兄妹一样 贺静停在他们两步开外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大约过了一分钟 贺宁和贺随才终于想起还有贺静 齐齐抬眸朝贺静望去 只见贺静神色平淡 无悲无喜 好像一切跟他无关一样 莫名的 两人心里感到一阵不舒服 贺宁威灵薄唇 笑容渐渐消失 贺随默不作声地将爪子从成衣身上拉开 与成衣拉开距离 贺静却是连招呼都不打 一个人向公交站走去 贺宁见状马上开口 小姨 成家接你的车什么时候了 我让老四陪你在这里等 贺随一听 竟然不乐意 还是二哥你留在这里吧 小姨跟你比较亲 我去追那个女人 成衣根本受不了 曾经的哥哥现在竟然也这么在乎贺静 直接气哭了 泪水一下子打湿了睫毛 贺宁跟贺随一下慌了 连忙安慰他 小姨你别多想 在我们心里你最重要 主要是贺静走丢了 爸妈会生我们的气 成衣根本不听 大声哭喊着 你们走 以后谁都不要再管我 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竟然敌不过一个 刚跟他们做兄妹的贺静吗 往他那么自信 以为哥哥们会毫不犹豫地 在他和贺静之间选择他 贺宁见状捧起了他的脸 贺随帮他把眼泪擦了走 跟他惩治得到了前 一再保证贺静没他重要 才终于让他好了一点 好不容易将人哄好了 贺宁问 小姨 贺静在学校有没有欺负你 成衣唾气一停 随即又低下头 直直无无 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过了好久 他查理查气的 没有 贺静姐姐在学校很照顾 贺随瞬间就炸了 别害怕 你老实说 他是不是欺负你 成衣更小声 故意委屈道 真没有 贺随一听 掉头就走 吃着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要找人干价的姿态 眨眼间就走远了 只留下他们两个待在原地 贺宁抿了抿薄唇 如果贺静欺负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教育他 你不要往心里去 成衣注意到贺宁说的是教理 而不是教训 脸色微微一僵 故作失落道 二哥 我在成家好想你们 你们是不是已经不把我当妹妹 贺宁道 怎么会呢 因为你们有贺静姐姐 成衣攥着自己的裙摆 咬着下唇 无不自卑道 贺静姐姐好优秀 而我徒有千金的身份 但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 贺宁顿时打断她 她在优秀 你在我心里都是唯一的 别瞎想 我会让她给你道歉的 成衣不说话了 美眸中流露出得逞的光芒 贺随前一脚刚到家 贺宁后一脚也到了 贺随恼火到 贺静简直就是我们家的灾心 说着一脚踹开了门 然后高声当当了起来 贺静你给我出来 贺静的房间门应声而开 有事 贺随语气含烈 贺静 不管你以前在成家怎么样 在贺家 做错了事情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以呢 给小姨道歉 贺静闻言笑了 她还是头一回知道 世上有案头道歉的 忍不住好奇 如果我说不呢 贺随顿时宛如被踩着尾巴 炸了毛的猫咪 尖声说 贺静你别太过分了 贺静秀没一条 过分又怎么样 有本事你们把我赶出贺家 把你们的宝贝小姨接回来 看看大哥和爸妈同不同意 不提大哥还好 一提大哥贺随就想到了贺远 怒气冲冲地转过身 去找座机给贺远拨电话 如果贺远也同意把贺静赶走 那贺静走定了 他们再也不想多看他一眼 贺宁望向贺静 大哥是不会站在你那边的 贺静一点不慌 镇定自若地勾起红唇 大哥不帮我 还有爸妈 我不信贺家一个奖礼的人都没有 电话很快接通了 贺随当着贺静的面向 贺远告了一大通众 那语气毫不夸张 将贺静说得十恶不赦 庆竹难输 好像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 比贺静更可恶的人 贺远耐心听完 最后问了一句 那贺静跟小姨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贺随猛的一言 陡然发现自己 好像并不了解情绪 于是扭头冲贺静喊了一声 把你在学校 欺负小姨的经过 老老实实地讲一遍 贺静觉得好笑 你让我讲我就讲 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贺随气得甘疼 顿时回头继续抱怨 哥你也听到了 总之这个家里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贺远这才说了一句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了解一下情况的 接着嘟的一声 电话陷入盲音 贺随放下电话 仿佛已经看到了 贺静被判死刑的那天 又回头 得意洋洋道 贺静 你完了 贺静笑了一声 那我等着 第二天 贺随起床做早饭 故意没做贺静那份 他想给贺静点颜色瞧瞧 让他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谁知 贺静洗漱好后 扫了他们及他们跟前的早饭一眼 没什么情绪的下了门 五分钟后 就从外面买了一份拉面和 这不是一碗普通的拉面 是加了贺宁最爱吃的香菜 贺随最爱吃的 他们一起上去 因为他打了低扬朝而去 驾驶端的好似 跟他们这种穷鬼不是一股 但没想到早高峰堵车 公交和低市并排挺好 贺静在低市后座舒舒服服地坐着 贺随跟贺宁在车门处贴着站 几乎被压成了肉 六目相对 贺随淡淡把视线收了回来 贺随趴在车门上咬牙切齿 他绝对是故意的 最后低市还是比公交先一步到了学校 贺静下了低市 正好跟从豪车里出来的 承一打了照面 承一压抑地看了贺静一眼 然后心里明白了什么 扬起笑容跟贺静打了声招呼 贺静同学是和哥哥们吵架了 所以才一个人来上学吗 贺静没礼 好似没听到一样 承一得到了反应 知道贺静内心不平静 又笑了 贺静同学你知道吗 有的人生下来命就不好 就像这次 明明你什么也没做 但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了 这一刻 贺静都不知道是应该骂他一顿好 还是同情贺隋跟贺静 冷冷的 那助你好运吧 贺静本来还想警告承一几句 却被告知班主任要他去趟办公室 因为他的大哥贺原来了 这一次贺静真的慌了 难道连大哥也不相信自己 跑到学校来告状了吗 为了攻七个哥哥读书 女孩靠卖手写笔记赚了一百万 不料还是被哥哥们所嫌弃 他们永远只爱那个抱错的假妹妹 可明明他才是他们血脉相连的亲妹妹 承一只不过是跟他们生活了十几年而已 贺静不甘心 他发誓自己再也不要做甜口 这一次他是绝对不会道歉的 原来就在几天前 承一只是委屈地掉了几滴眼泪 哥哥们便断定是贺静欺负了他 尤其是四哥贺隋 贺静你最好跟小姨早点道歉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还好大哥智商在线 这天专门来到学校寻找真相 从老师和同学口中才得知 原来贺静从来没有欺负过承一 想到昨天贺隋囊囊着要把贺静赶出贺家 贺远突然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妹妹 于是转头低声道 今天放学我来接你回家 贺静欣然答应 只是等他放学后 却发现四哥和二哥静出现在了校门口 可这一次贺静只想装作不认识他们 贺隋好像已经习惯了他的冷漠 故意大声道 二哥 你说大哥为什么今天让我们来赢高望 会不会是知道贺静欺负小姨太生气 所以决定划清界限 把小姨接回去 贺宁无声瞥了他一眼 你觉得可能吗 毕竟贺静是他们的亲妹妹 贺远不可能不顾及爸妈的感受 做出那样的事 贺隋当然也知道不可能 可还是由衷希望大哥好好给贺静一点颜色看看 文言贺静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还特意走到他们跟前 小心地冷笑起来 我就是不到钱 你们能耐我何呢 贺隋瞬间被激怒 扬起手来就要打人 眼见三人火药未见龙 贺远终于来了 只见他还没走近 便温和地向贺静致歉道 对不起我来晚了 贺静甜甜一笑 不晚我也才刚放学 贺隋受不了大哥对贺静如此友好 于是马上向贺远走了过去 叫了声歌 可贺远看都没看到 而是从身后拿出一个钥匙扣送给了贺静 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很小很可爱的皮卡丘王 他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 欢喜到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 谢谢大哥 贺隋在一边怎么看怎么酸溜溜 这个该死的女人 怎么从来没对他笑得这么灿烂 话音一落 他又意识到了不对劲 一个箭步冲到贺远身边 大哥他欺负小姨 你还给他买礼物 谁料下一秒贺远的脸色就黑了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冷冷的 给静静道歉 闻言贺隋大跌眼镜 什么 他几乎是下意识 想也不想到 凭什么 贺静欺负小姨还让我给他道歉 我不 接着贺远极其严肃道 静静没有欺负小姨 我今天向静静和小姨的班主任打听了情况 反倒是静静 在学校被沈家千金欺负 回来还要被你们冤枉 你们可真行 贺隋一下怂了 却依然不服气道 班主任能知道些什么 说不定是贺静偷偷欺负了小姨呢 教训道 不分青红皂白冤枉静 贺家就是这么教你的 给我道歉 贺隋在大哥的威严下呢 还有半点反抗的余地 不情不愿地哼起了一声 对不起 紧接着贺远又给了他一巴掌 大点声 下一秒 声音一下大到震耳欲容 对不起 贺静忍不住翻旧仗道 你不是说要对我不客气吗 我好害怕呀 贺隋瞬间满脸通红 乍毛怒瞪他 贺静 你给我适可而止 贺静偏顾 又奚落了他几句才罢休 教训完了四哥 该轮到二哥了 贺静只是刚一看过去 二哥便低下了头 抱歉是我的错 贺静倒是没有为难二哥 轻轻点了点头 算是原谅了对方 谁料刚解决完这个麻烦 第二天就有了新的麻烦 原来学校要评选校花 贺静由于品学兼优 长得也漂亮 票数稳居榜水 可向来要强的承一 怎么会甘心 于是花了大价钱刷票 要把贺静狠狠打压下去 果然在承一 和两个闺蜜的不懈努力下 承一的票数肉眼可见的上涨 终于超过了贺静 成为了新的第一 好巧不巧承一花钱刷票的事情 竟然被排名第三的徐碧学姐知道了 学姐根本不惯着他 直接找到他当面下战书 你作假证据我已经掌握了 咱们下周一集体观影见 文言承一一脸恐慌 他只好跟徐碧陪笑 学姐你听我解释 可徐碧哪里肯听 转身就走 一时间承一浑身冰了 如智冰叫 很快他就找到了闺蜜张曼 拉着他去了女侧 质问他是不是留下什么把柄 张曼慌乱极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个灵孝百事通收了钱 说会帮我们在他们学校拉票 应该不会留下证据才对 承一一下反应过来 肯定是那个百事通拿了钱嫌麻烦 顾得水军投票被徐碧发现了 刘思思见状连忙劝道 小姨你别骂张曼了 骂也没有用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 该怎么把这关糊弄过去 承一这才勉强冷静下来 生气又丧气地说道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退出校花竞选 这样徐碧也没理由再追着他不放 不料刘思思沉默了片刻 突然语出惊人道 要不 我们把这件事推到贺静头上 张曼则是立刻拍掌赞投 好啊 我们该怎么做 刘思思慢慢道 我们想个办法让贺静替我们背下这个锅 这样小姨不仅可以继续竞选校花 贺静也没脸再在学校混下去 既然刷票已经暴露了 徐碧也掌握了证据 那我们就想办法在其他方面做文章 利用贺静跟小姨互换真假千金的身份 让别人以为是贺静极度小姨才不择手段陷害 诚意文言疯狂心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真是一件双雕 自己既能当笑话 还能压过贺静 诚意想了想低语道 我们弄个人证 不然不好达到目的 因为徐碧已经有了误证 所以他们必须得有人证 只有双方各执一词 才能混淆视听 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人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到时候贺静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 跌下神坛也只是一夕之间的事 下一秒张曼想出了一个更毒的招 我们可以先在论坛 朝几个真假千金的帖子热热身 然后再在周一的时候扯出贺静 这样大家就会先入为主 相信小姨是无辜的 贺静再怎么厉害也敌不过人心可危 此时诚意虽然对计划十分满意 但她不能直接点头 因为这样不符合她刚建立起来的人设 于是她故作犹豫迟一道 可是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贺静同学她毕竟是无辜的 张曼一分田英道 小姨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会被贺静骑在头上 刘思思也道 小姨你不是恶毒 你这是自卫 如果不是贺静把你逼到这部田地 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这一切都要怪贺静 成一这才谨慎点了点头 三人又商量了一下具体该怎么操作 人证该怎么选 殊不知严寒熙就在隔壁南侧 将他们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女孩每天减费二十斤 只为获得校花评选冠军 饶是贺静再怎么历历 到时候也敌不过人心可畏 果然贺静当天就发现了这篇名为 成家真假千金表面和平 实则暗流涌动的热体 他马上点进去查看 才发现是有人以第三人视角 聊他跟成一 这帖子里所有的内容都是凭空捏造 以一幅明夸暗扁的语气描述他 总之整个帖子就是大型批斗现场 直觉告诉他 这篇文章就是冲自己来的 气愤不已的他想马上找到这个发帖 可是他根本不懂电脑 苦恼的他就连吃饭的时候都黑着脸 贺静终于按照不住问他 你到底怎么了 别一天到晚拉个驴脸 贺静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自己的苦恼敷衍地说出来 贺静却不以为一道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帮你 这话一说出口 贺静是打实的愣住 你会电脑吗 贺静下巴一昂 一脸骄傲 看别人玩过 贺静被气得哭笑不得 四哥你别闹了行不行 贺静则非常不满一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可以学的 你借我点钱 我这就买相关的书去 最好是能借一台电脑给我 我保证一周之内给你搞定 贺静没好意思打击他的自信 更无法拒绝他的一片好心 只好敷衍道 好 500可以吗 电脑我明天去找班上的人借 次日 贺随便拿着这钱买了五金书回来 更是在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内容都看完了 可贺静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接下来就是电脑的问题 严寒熙在得知贺静正在借电脑 竟然主动来找他 语气分明透露着愉悦 三好学生 听说你在借电脑 不如我借给你 贺静可不想牵这个笑草的人情 于是果断拒绝 严寒熙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 接着不紧不慢道 我有一台旧电脑 是我初中的时候偷偷用零花钱买 被我爸爸砸了 后来我自己修好的 为了保护我的电脑 能不能让他在你那里寄放一段时间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贺静最后还是接受了对方的帮助 严寒熙则一脸的得意 仿佛他才是被帮助的那个人一样 但就在严寒熙将电脑交给贺静的时候 突然询问 对于论坛上的那个帖子 你有什么想法 贺静直接了当地回答 不实谣言 恶意重伤 我已经在想办法处理了 下一秒 严寒熙有意无意地提醒了他一句 或许跟竞选笑话有点关系 文言贺静顿时愣住 如果真的跟竞选笑话有关系的话 那么发帖的人最有可能就是诚意了 难道严寒熙知道其中的内幕 但他还是没有追问下去 毕竟严寒熙再厉害又不是神 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 晚上当贺静跟贺随一起打开电脑包 将电脑从里面拿出来后 两人被一台崭新的电脑亮瞎了眼 贺静顿时感觉没心作痛 四哥 你用的时候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把它玩坏了 不然我们全家都得去严家当保姆 贺随压根没听到 此时他正盯着电脑双眼放光 张大了嘴巴惊叹了 我上次陪同学去买电脑 看到他的标价七万块呢 这下贺静彻底无语 而贺随拿到电脑以后 整个人进入了极其兴奋的状态 只见他双手一摸到剑板 就噼里啪啦敲起了剑 好像天生就会一样 而四哥也没有辜负贺静的希望 在凌晨一点的时候 终于破解出了发帖人的IP 而IP的主人正是成衣最好的闺蜜张大了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因为徐碧学姐知道了成衣刷票的行为 想要揭发他 张大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试图将什么脏水泼到他身上 所以故意发这种帖子给大家打预防针 到时候赢高所有人都会站在成衣那边 让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还好自己警觉 提前发现了 贺静将这一切作为证据拍了下来 然后又打开了手机论坛 发现论坛里那个真假千金恩怨体 已经炒起了两千多层楼 此时贺随扫了一眼帖子上满屏的缩写 感觉不对劲 这个CY和HJ是谁 他们怎么撕起来的 贺静垂下谋 直截了当地开口 CY是成衣 HJ是我 贺随傻了 贺静直视他的眼睛 从容到 成衣的朋友故意发帖抹黑物 所以我必须查清楚 为自己证明 贺随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 小姨怎么可能跟那么坏的人交朋友 贺静说 你自己看 贺随点净帖子仔细看了一遍 只见主楼第一句就是 我是赢高一名普通的学生 一个根本帖无关的路人 接着帖子用长篇大论 对贺静和成衣进行了一番看似客观的评论 但由于他用在贺静身上的措辞特别尖锐 乍一看好像没什么 戏毒之下 人就会不知不觉陷入贺静怎么这么讨厌的想法 再一看评论 都是骂贺静的 贺随看得心里茂糊 就算贺静对成衣再怎么过分 也是贺静和成衣之间的事 贺随越看越生气 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你等着 我这就帮你黑了这个帖子 把这个发帖人的IP挂在你们论坛手里 让别人好好瞻仰瞻仰 贺静连忙制止 别 四哥 我已经搜集好了证据 这件事等周一再处理 你黑了学校论坛的帖子会被人追究责任的 别人也只会认为我心虚 最重要的是他不想打草惊蛇 还想看成衣下一步动作 贺静劝了贺随好一会儿 才把他劝去睡 再一看论坛 突然发现张曼批马甲发的新帖被警告封楼 虽然还明晃晃地挂在那 但禁止回复 这下赢高的人睡不着了 连潜水八卦党都冒了出来 发新帖打问号 怎么回事 一个人回复 习哥出马了 论坛规则置顶铁刚才有更新 说本论坛以后禁止讨论学生私事 八卦党看到回复 纷纷点进论坛置顶的规则铁里 拉到最下面一看 居然真有这么一条 一堆人底下回复 那他这是什么意思 公然护着贺静吗 同一时刻 张曼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不停得成衣发消息问怎么办 他的马甲虽然没有呈现出真实性命 目前还算安全 但他总感觉自己已经暴露 希哥怎么出面帮贺静 上次在厕所 他是不是听到了我们的计划 成衣哪知道 他的脸色也很难看 刘思思发了条消息 让两人稳住 如果严寒熙真的听到的话 动作绝不止于此 逼他眼里不揉杀的脾气 他们这会儿估计已经受到了处分 成衣这才勉强转优为喜 慢慢把心放回到了肚子 转眼就是周一 周一对于银高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 因为今天要升旗 下午还有集体观影 贺静是高二三班新学习委员 一早被指定为升旗生 申诉升国旗的任务 张曼看得眼红 忍不住道 小姨这么好的机会应该是你的 成衣微笑 不要这么说 贺静同学很优秀 张曼不满地哼了一声 但一想到下午 贺静就会身败名裂 他又暗暗期待起来 其他学生周末刚在学校论坛吃完大瓜 对于周一最期待 望着贺静纤细的背影 无不议论纷纷 你们说是不是真的 贺静极度成衣 偷偷对成衣使唤 我觉得是真的 听说成衣以前的家庭是贫困家庭 贺静被换过去不会心生怨恨吗 看来80%的人都觉得帖子是真实的 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成衣自己开小号现身说服 哪怕严寒熙做出了风楼处理 也不能减少他们的遐想 甚至有人想得比帖子里的内容更加过分 不一会儿 整个银刀都陷入到了一种莫名的气氛 看贺静的眼神也带死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 好可怕 熙哥还帮他 简直不能理解 希望他赶紧退学 我们学校里不欢迎这种心理阴暗的 他们本来还想继续诋毁贺静几句 却突然发现 严寒熙站在不远处笑着看着他们 只是眼底却泛起一股阴冷之气 这么闲不如去扫厕所 男生们几乎是落荒而逃 不敢再多嘴一句 这一天 所有学生课堂上都在梦游天外 连老师讲什么都没听进去 一心想着将要到来的集体观影 成衣化了个淡妆 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 时间终于来到了下午三点半